以前上下九就是這樣 在這裏是可以過到上下 不是那麼多人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今天是因為假日的原因 飯就是這樣 有蓮子的 是辣味炒飯 辣味炒飯 這些部分正 而且不會吃到很油的感覺 完全沒有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元旦假期 最後一天 我們終於得起心肝出來 喝飲食食 不再留在市區 是有幾個原因的 因為我們昨天看社交媒體 那些北京路倒數 比如說廣州塔倒數那些 全部爆多人 所以我們沒有出去 就是這個原因 沒有說回家也回不了 留下今天來上下九走走 面前這裏就是文化公園 其中一個入口 幾多人 都很多人 不如走走 文化公園也這麼多人 平時都很多人 不是折戒 因為有很多賣衣服的人 還有小朋友 小朋友也不多 小朋友不來文化公園 拿貨的 拿貨的 因為這裏附近近13巷 賣成衣批發 男裝、女裝 除了童裝 應該很多都有 還有咖啡店 好多人 這個出名便宜 但我就喝過了 對得起價錢 我只能說 不要了 早前不一樣 近期天氣又回升了 簡直好像夏天一樣 現在是25攝氏度 今晚更加熱 開冷氣就可以了 公園這部份 又弄得漂亮 你看看這裏 弄得那盞燈 好像這麼漂亮 新起的 之前未有的 這個廣場 之前未有的 這個廣場 始終身為港文化公園 都是我們這一輩 比較有無益的一個地方 那個中央舞台還在 還有還會有象棋比賽 現在文化公園是免費的 免費了很多年 因為從亞運會開始免費 很多來上下搞游玩 或者採購的人 在這裏休息一下 坐一下 又有看港文 據說香港的煙花非常漂亮 我們其實是想有考慮過 不過有一個問題 老婆的證件還沒得 那就不去了 應該都看不到煙花 幾點燒了 不是的 早的 聽說很漂亮的 12分鐘 不過大問題就是 如果要在香港住一晚 當然是貴 但是如果要留夜回深圳 天亮才能上得到黃岡巴士 其實不如去馬丹納費一晚 但以我們的體能 因為我們都不年輕 頂不順 20年前便可以 20年前便可以 如果真的要去那些倒數 人壁人 又懂路 就只有北京路 我們是夠膽去的 即是知道哪條 鑽窿 走出去 不能坐地鐵 走出去中山路 看看有沒有的士 撿死雞 剛好經過停車客 那種 不行便走路回家 包括去年 農曆新年 也是 走完花街 走回去中山路 走到中山五路 一路走一路找 有車便上 便坐的士回家 是的 三年了 沒有那麼多人的情景 見得到 今年不只是一個地方多人 是很多地方都多人 道道都多人 之前亦都跟大家說過 去年仍然有人中招 他們出不來玩 很正常的 今年 即使仍然有人中招 那種徵狀應該都是很輕微的 所以大家出來 喝飲食食 喝玩樂 買買買 這些就是在服裝批發市場 隔離的那些小食店 是的 其實他們平時就是為了服務 來買衣服 採購那些人 直到節假日 又有那麼多生意 好記茶檔 十三行路 長綠路 柴木欄路 周邊 如果要去上下九 在這個地方過去 好像已經變成一個步行街 其實是有車行的 很誇張 全部都是行車的 還行得到車 還有會有六號車經過的 以前 什麼羽絨九十九 這麼熱 誰穿羽絨 年底 年底就來這裡買衣服 正前方大家都看到 是會有一輛車的 很厲害 還有這些款 其實有些要慢慢選擇 但質量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價錢就超便宜 還要有人駕車進來 真是可憐 在文化公園一行出來 一三九一見 這些過年多好看 很記得曾經有一次 又是疫情的時候 我有一輛單車進來這裡 外面全部封了 有一個店舖圍了 水馬 跟現在比這裡多人一萬倍 那天我們還看到有人偷偷地出貨 到現在 其實都是一年多之前的事情 因為這裡很近地鐵站 所以特別熱鬧 買完就可以上地鐵 是的 其實這些店舖 大多數這些衣服 跟我們去中山百六 看到的同裝一樣 都是貨版 不是每一見都是齊馬 但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價格特別甜蜜 很期待究竟上下九博人街 第十普路是怎樣的 一直走前去 我們在前方 往左轉 因為上下九博人街 是在這個方向過去的 再往前走 已經是人民南路 人民南路都過得到 不是不行 這邊再走先 這就是銀行的方向 應該沒有記錯 現在我走的是十三行路 人在賣橙 然後在這裡走 如果各位觀眾 是要不像我們本地人 一定要跟你同行的人 跟好 一轉著面 又不會見了你的老婆 老公 走一下就不見了 現在我們在賣的市場 看到他們很期待 在市場下 有一個外賣的地國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为何我们不趁节假日 去多人的地方就是这样 其实美股北京路人少 我们在地站出来八号线 在地站出来已经深感不妙 为何那么多人跟着一起走 有些还是非要人士 大多数都是来买衣服 逛逛街 如果要去上下九博人街 长寿路是其中一个站 另外文化公园也是其中一个不错选择 不用走樓梯 一出来就是这儿十三行 水是不通 这些就像以前上下九博人街的感觉 以前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是怎样的呢 让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 应该都比往市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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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并且在京东对买衣服 不是那么好 最起码今天还是很热的 都这么多人来买衣服 不过呢 据问过几天又会变冷了 就在现场来试衣服 然后这边的车就车来车往 好像去了泰国曼谷那样 至于你说价钱不便宜 不便宜得过上网买呢 当然是上网比这里要更便宜的 但是这里就可以更见到实物 哇 这里干什么 以前上下九博就这样了 这里是可以过到上下九的 你可以看到这件货物摸到它 知道它是什么品质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来这里买 还可以趁一下 挺好的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新中国大厦 就是卖衣服的 这里 在疫情的时候 又是说回丰路那一集 在这里 我都说过其实广州 是一个卖衣服很出名的地方 从我出生的时候 80年代就在西湖路夜市 又是一个批发市场 其中一样 很多地方都取代不了的一种物件 就是服装 服装整个环节都有很多 比如说有做布匹的 生产的 生产有些可能会在府门的 还有广州其实还有一个 很出名的牌子在外国 不过它还没有过内市场 就是在番茹 不知道大家知道 穿过去 哇 这么夸张 好像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以前上下九部人监委就是这样的 那些美女在选择合衣服 直接跟老板说价 有些东西说价 有些东西不说价 又有冷衣服 过年就好 这些卫衣 59至79 没见到这样的 快递哥哥又要快快脆脆走过去 因为等不及发货就糟了 又有厚的外套 又有这些羽绒背心 通常都是女壮居的 女士当然要选择多些漂亮的衣服 全部挂满 因为广州有很多服装制造业 所以其实款式也挺新的 例如像面前这些 先看清楚这条街叫什么名字 叫豆篮上街 西关这些路名是什么鸡龙行 还是鸡龙街 我不记得了 橙木篮路已经是 掌篮路 这叫豆篮上街 如果不是那么多人买衣服 我觉得这条街应该是很静局 是呀 焦糖色 小时候住在高帝街附近 在我印象中 在我记忆中 就是这样的 当时卖衣服 高帝街也是很多人卖衣服 后来就到西湖路 然后有白马 又或者十三行 很多人来买衣服 或者批发做一些衣服的生意 都是会在广州作为他们创业初始的地方 有什么 家庸家口 这些在家里穿 够乱的 走出这条街 就来到和平东路 更夸张 好像更夸张 刚才十三行路 又有电动车进来 这边在卖 一百元两对 还要连行完 逗篮上街 就已经走完了 除非到长寿东路 不是 这边是和平东路 更多人 这边是阔过十三行路 所以就不感觉到很逼劫 其实一样有这么多人 而且一样会有巴士 前面的巴士 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过得到 我又很记得 之前 上下九仲很旺 20年前的事 20多年前的事 当时坐巴士 六号车回家 经过这边附近 就是这样的 这边买衣服 顺便可以看一些古旧建筑物 这边是长寿东路 又说了长寿东路 这边是和平东路 还有这边有条街 叫庄母街 没听过 终于我们捐了过来 这边没有那么多人 仙流那路真是夸张 我们在前面望着 其实我自己对西关这里 应该说是越来越熟悉 但走到这些小巷里面 其实我都不记得 前面那条是什么路 要不然仙流都会不断说错 和平东路 长寿东路 和平西路 长寿西路 这个应该是 掌篮路 没错 这边又是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不会今天是因为 假日的原因 不知道 掌篮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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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屋的搞笑 是这样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 古灵精怪的旧屋 这里也是 天城路那些都不算 我不想用骑笔 这两个字 但是这里是有的 那里实在太多人了 我们决定从洋仁美 洋仁南 这个叫西荣巷 我曾经来过一次的地方 就回去上九路 我们可能会再过去上下九路 博人街行 然后就过去莲香楼吃晚饭 印象曾经来过西荣巷 和先后那里很大不同 就是这里其实就是货仓 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旧屋 所以他们会将这里 变成一个货仓 货多才有钱赚 货少 没有钱赚 有些老板可能在先后店铺 看了板窗 就在这里找人运出去 所以这里就会有很多 电动自行车 又或者像这些店铺 自设工厂 我们继续往前一直走 就可以去到上九路 那里 我们终于留下这个洋人 照字面读是外国人的理 当然不是 羊应该是羊巷 羊巷路附近 羊人理 这条路是阔落很多的 尾仙楼那里 刚才里面那些巷仔 西荣理 这些是荔湾老城区 看这些屋 多久 它又不是民国 不是清朝 清朝的 清朝那些是 清朝那些比较少 但不会没有 可能这个方向过去 有些 算阔落 这里算阔落 羊人中 我记得有一次 帮观众找屋 都曾经进过来 是 很多租给他们做服装批发 所以你看到 在这里转右 是的 很有可能 各位观众 你们曾经有物业在这里 出了 这些叫你们回来住 是的 或者你们曾经在这里住过 也不奇怪 是 是 有 有 如果观众来找个屋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在前方 往右斜斜地转出去 就可以去得到上九路 于现在 全部变成服装批发的 其实如果没有他们 这条路会更加清晰 连这些电路路自行车 也不会入类那种 在哪里会见到这种情况 就是在南华西附近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人 整条街是可以 或者会有一个白在这里 西关 这些西关 晚清都不出奇 是否呢 我不知道 我不是专家 这里还要在这里 卖什么 卖士多 我卖汽水 上边的一些屋 密密麻麻 电线 还足够换一住 这里附近 其实已经很少本地人住 大多数都是出租了 是的 或者卖了它 他们只是要 拿着手机地图 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转了 有些行走出去 已经是在九路 但是如果没有 一直走就要走回光復南才行 光復南也是可以过得到上九路 看来要光復南 有些毒洞的 好像避余面前那样 但肯定很残疑很够要重新装修 这叫清幽里 好像这一样 已经破坏了 危防快走 不行 没有地基 最后我们也需要一块光復南 在这里转左一点 就过去上九路 前面这里 就是以前清平鸡的位置 现在我们可以了 路可能正在修路 路变得这么企丽 但又被围裕了 可能迟些会变得漂亮 还有人行路阔了很多 我们会在前面往左转 就是上下九步行街 去开股看看上下九步行街 多不多人 多不多人 只有先头我们经过十三行那边 这里转左 我们来到上九路 这里应该是上下九霜 最冷清的一个地方 对 以前这里就很容易闹闹 到好像先头我说 那些巴士经过走不到那种 现在就过了十三行路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知道究竟热闹不热闹 这些铺租都没用 电费都浪费 做仓库又说麻烦 又没那么方便 对面这么多间铺 唯独银记抢粉 是最多人的 终于我们又来到 旅湾广场门口 多人热闹 因为这里是 是博人街 所以热闹很多 对不对 上九路就差得远了 如果一直往 往沙的方向 是会越来越热闹 有少少似 我们经常说 在北京路 如果它靠近中山五路的方向 没有那么热闹 在上下九路 就一直往沙的方向 越往沙就越热闹的 那边还有更多好吃的餐厅 中间又有长寿路地铁站 这里就大过北京路很多 大很多 中间还有永庆坊 还有这里都是步行街 就好走很多 包括我们先头走那些 十三行路那里 有很多车 所以真的要注意 这里就什么都不用注意 甚至连 荔湾广场也有那么多人 真的有点像我们以前 读初中牙那时候 中学那时候 来的样子 一元一杯的 那些叫什么 奶茶 一元一杯 那时候 一元一条的 那些小肠 一元一条小肠 其实现在也不太贵 二十多年前 但那时候也挺好吃的 因为那时候物价 又觉得 OK 反正也好吃 应该没什么地方吃到饭了 我觉得 全部都是人 还有现在五点半而已 可能入夜之后会更热 而且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今天已经是三日假期 最后一天来的 大家该玩的 就收拾心情 明天要继续上班 前边 我们打算去连香留吃饭 应该迟一点 应该没位 去到再说 还有 这几天天气不是太好 所以看上去的天气 都是灰蒙蒙的 刚才夸张 说了这么多人 上次女儿 跟她来这里 她说要去洗手间 走到上面一次 都可以热闹的 大家对上下九很有情怀的话 值得来一次 近期 我是第三次来上下九 一次比一次热闹 有一次是傍晚 有一次是下午 今天是最热闹的人 因为是假期 真是黄很多 是的 这么容易骂 拍得住以前我们来上下九时 很多游客 为什么游客才来上下九 超多人 又有少数民族 挺开心 这个真的 可以说是恢复以前的以后 因为之前曾经一段时间 生意很差 中间还要整路 去到夏天的时候 走得很辛苦 但是现在过了个庆节 这么热闹 生意回来了 什么 金宝还有很多人买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可以过去西来古井 这个位置 西来初地 就是这里 当然了 我都其实说过很多次了 上下九这里的货物 不是说那些国际名牌大牌子 在杜拜可以见得到 那种的 都是正常的了 各位回到来 有几个地方都去 在莲香楼 这里可以购物 买一些中式的饼 那里什么没有了 虎仪 虎仪没有了 只剩下牌子 做了一盏灯 挺好 今天已经 早前灯都关了中间一个字 好像是 现在又变成了卖体育用品 上下九多数都是卖三居多 其实广州除了这些衣服之外 其实都有些潮派 我就看一个博主 他们是来自上海的 人家上海人对于潮派 对我们广州 对比我们广州人 当然熟悉得多得多得多 他们去江南西和东山后 我看得出他们说的东西 是真的好潮 因为我只认识过三个牌子 A字头 N字头 和B字头 所以 我不太认识了 我们上来广州 去洗手间了 上下九天我们上来 虎仪 两支 卖水和雪糕 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 OK 虎仪公司就是这样 现在变成 卖衣服的和港百 都好过没有了 楼下卖体育用品的 就是这样 嗯 好 咿咿 咿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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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 基本上 我可以下定律 因为这里 上下九天是比较阔的 所以看上去就像貿易線頭在13巷路那麽多人 但其實也很多人 有沒有跟以前最輝煌的時候 可能八九成都差不多 都可以這樣下定率 真的不要說長期回復以往的輝煌 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高 但是最起碼部分 或者日日沒有那麼熱鬧也好 至少節日有那麼熱鬧也是一件好處 這裏為何有那麼多人呢 就是因為外邊正在設計爐 所以所有人都進來這裡走 這裏就買一些雙包 買一些皮帶、褲頭帶 我們要吃飯的地方就是切片 走過這段就到 我們要吃飯的地方就是這裏 不過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但是這些就沒有那麼遊客的感覺 我們這些廣泽人喜歡在這裏吃 應該是有位置 我們現在上來餐廳 剛剛好夠六點 我們會選擇 來到這裏不會說很迫劫 又或者沒有位置 就是上下九步行街的核心 部分的一個餐廳 就叫做連香樓 我相信如果在廣州住的觀眾 應該都不會陌生 最美的位置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始終都是遲些少 最美的就是這個廳 燈光光亮一點 就僅此意義 再來下面大家看看 你就可以看著上下九步行街 來吃飯 是否很過癮呢 還有這裏因為座位夠闊 餐廳夠大 就不會坐得很迫劫那種 因為我也知道 每個觀眾需求的要求都不同 每個人要求都不同 有些是喜歡熱樓的 有些是喜歡坐得寬落一點點的 如果你說去香群 當然是吃地道的味道 但可能會坐得比較迫劫 我們都去過幾間香群的分店了 但連香樓這裏就坐得寬落很多了 還有些菜式都是很懷舊的 價錢亦都不會太貴 又來眼花鳥亂讀餐牌時間 連香樓中華老字號 八寶鴨他們都有的 不過應該是要預訂的吧 放了些配料在這裏 湯汁扣柚皮 這裏也有的 他們這裏的菜式很懷舊 這裏的菜式很懷舊 這裏的餐牌是翻過來這邊 看看八和盒 應該是一個燒美拼盆 千張包 龍津千張包 我不知是甚麼 長壽肉環球 我倒是不知是甚麼 所以說這裏的菜式很懷舊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外出那些吃魚醉菜 看到名字都知道是甚麼 這些人是磨痰醉月蝦 過節就開心 今年應該是真真正正 是疫情之後最開心的一年 我可以這樣說 吃下一些鱸魚菜就可以了 這裏就因為天風有限 我慢慢逐個逐個讀 大家可以停下來看看 我們是打算要一個鱸魚 這個了 泰式香芒鱸魚 應該會有少許辣的 78元一例 因為鱸魚的做法 吃不完 再吃也不會變得太差 而且這個連香樓炒飯 都可以 上面還有半糖五瘦 鱸魚飯是第一個送上來的炒飯 但是這樣 可能近皇上皇 有辣味 做回魚的形狀 連連有魚 挺好魚的 我們1月1日就來吃 連連有魚 今天就是1月1日 我們的影片都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立刻播 不過如果到農曆新年期間 是會提早的 就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看社交媒體 北京路 那些超恐怖 沒有去是很對的 所以各位觀眾 回到廣州遊玩 真的要避開 很恐怖 我看到那些在大南路口 那些人很誇張 炒飯就是這樣 有蓮子 臘味炒飯 對嗎 臘味炒飯 有臘腸切到一粒粒 臘肉 有些 紅蘿蔔碎 粒粒 粒粒 蓮子 甜香樓飯 我以為是蒜頭 先嘗嘗 這個就是甜香樓炒飯 很香 很香 炒飯最精彩 就是那些臘味的香味 非常之好 有臘味的香味 有臘腸 有臘肉 還有把蓮子放進去 而且飯夠軟 它又不是糊的 這個很難的 炒飯要炒到它很乾爽 其實不難 炒到它不要太硬 但是又乾爽 它做得到 很有家常味道 還有很多人吃炒飯 都是要那種乾爽 口感 當然不要搭 其實這個 這個 沒有那麼硬 炒出來 會很硬 不止是炒飯 挺好的 蓮香樓 怎麼會沒有蓮子呢 繼續吃 上來的 都不叫菜 是點心 剛剛炸起 麗戶角 它是半巴起叫的 蓮香樓 到飯時 時間 都是有點心吃 挺好的 再來 連泰汁龍魚也來 這麼大 自己吃的時候 蘸醬汁 如果蘸醬汁 如果蘸醬汁 浸醬汁 不要 自己蘸醬汁 因為一定吃不蘸醬汁 蘸醬汁 魚和魚 挺好的 到這個了 很久都沒有吃過 上次應該是在 哪裡茶樓呢 半雞 試過 嗯 至於我現在 就試試這個 麗戶角 老婆試過的了 她說很鬆脆 還有那個魚 部長姐姐也來拍照 有一個事情是這樣的 先說這個 上菜是慢一點 不過呢 可以保證 不是易制 即正的 要鋪老魚 就好了 你看 它的皮 嗯 小朋友最愛 大朋友都喜歡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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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皮是鬆化 不算 因為這個 一定要綳絲 有時候 我也有吃過 皮和皮 頸皮 頸皮 顏來顏來顏呢 為甚麼 別說 有些 做到外皮 會有入憶來味 我認為 有點深 因為收貴一點 真是沒問題 我不是说这套贵 收贵一点没问题 但不要拿下价货出来 这些点心不是不装的 这些好吃很多 吃下去 护泥有一种像暖流似的 浸入你的头上 这部分很棒 而且不会吃到很油的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 中间又暖暖暖暖 有很多材料 亦有很多材料 少量的咸味 这个很棒 接下来到这个 老婆在试试 她说没有骨的 师傅起了骨 是的 一块块渣都这么漂亮 如果是人多 其实淋上汁 会有效果刺激一点 但我们只有两个人 这可能要吃三餐才行 淋上了一条鱼 很大的鱼 是的 试一下 这个酱汁 首先这个菜说明是泰汁 是有少少辣的 少少淡不多 比我们以往吃过的泰汁 都没有那么辣 这个 第二个是鲁鱼 骨 已经值得给一个拉 鱼肉是新鲜的 吃的鱼肉 没有说那些酱汁 没有那些 各种古人精怪的外皮 是脆弱的 極够可能的师傅 真的是 刚硬的 刚硬的 所以早前 那些小风波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那么好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 我们应该是第三次来 有些人买 别说了 好 停 就是了 他准备说了 再吃一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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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香港 在香港 加入过来玩 我们继续吃 刚才又遇到观众 很开心 回来玩 试试这个 还有这里的 部长姐姐 上菜 各种工作人员 大多数都是粤语的 是可以跟我们 溝通到 甚至乎你有些 旅游推荐 你想知道去哪里玩 其实问一下他也可以 他告诉你 在楼下转右 就是什么 这样哪样 吃饱饱了 超多打包 很久没有试试 那么多打包 180元 4毫 因为今天是节日 所以会加入 但是如果平时 假日也很合理 今天是大事大事 挺好的 185元 很厉害 这条鲁鱼 真是值得吃 整条鲁鱼 整条鲁鱼齐了 手工又有 又够新鲜 这个好 差不多够了 够了 够了 再看一条鲁鱼 又有鱼头 它不是只有鱼块 是整条都齐了 那种的 不是开个袋 可以找服务员姐姐 等下去 炸那种 之后 还可以来这裏 买些手信 这裏那些 中式的点心 饼 都不会太贵的 是吧 多方便 这个时候 还有月饼 又或者一些 代妆的莲蓉 之前说过 不再啰嗦了 我们吃饱饱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方向 一直往前走过去 前面看到那个 什么 绿福珠宝 这个不怕说 绿福珠宝 或者陶陶居的方向 就是永庆坊 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都会很啰嗦 很沉气 每一次都说永庆坊 在哪里 先头那位观众 告诉我 我们跟他说 我说 你们吃饱饭是否去永庆坊 他说永什么坊 什么庆坊 没听过 我可以证实 其实这是我的问题 就不是观众的问题 也不知道永庆坊在哪里 以后我会再啰嗦 每一次我都会说 目求令各位观众 会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各大应该去的旅游景点在哪里 至于在这个方向一路走 就是永庆坊 路上可以看到陶陶居 这么漂亮的楼 还可以在那里拍一张漂亮的照片 再来 如果先头越菜老之后 大家吃不惯 可以试试这个 蓝顺甜品 里面有些什么 没错 这里就会坐得比较稠一点 大光猛一点 这些就有小食 小食为主 至于上次我去的西关名食家 里面就没有那么光猛 其实吃的东西都差不多 价钱差不多 看你怎样选择 其实差不多 至于这里就是陶陶居 广州其中一个必来打卡的地方 就算不吃也好 都来拍一张照片 先后我们有考虑过 如果连香楼没有位 就过来这里 可能都未必有位 他们会常常推出新派的菜式 还有在这里会有很多人在这里 拍照留念 就是陶居 从右往左 我来到这里 我先看清楚 不是陆福珠宝 原来它是姓周 总之大家记住就是 我现在走这条路 就叫做十普路 老广州很熟悉的 再往前走少少 就是永庆方 不过如果到某单楼的M字 那边大概是这样的位置 往右转就是地铁站 右转是长寿路地铁站 左转是黄沙地铁站 这边的店铺更闷 而且会越来越多 卖食物的地方 例如像这些 又开了一个新的 好像挺好的 是的 可以的 又足够了 超街球 而我们如今相 royal 远远回到亚华路 今天我们在这地方 直接在地 religioso 不过去永芳 但如果要去永芳 就在这个方向过去 这个大家记住 其实很简单 你跟着年轻人就可以了 地铁站就是这边 长寿路地铁站 就叫做保华路 大家如果一直留意我的影片 应该都比较熟悉 如果是老广州 就更加不会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其实对面有个药房 在民国的时候是很出名的 一直往前走 还可以到吃一心鸡 大概地铁站对面就到了 在这个位置走过去 約5-6分钟左右就到 这边也有一个自作的糖水泡 我们自己刷一刷 好像是 这里写着 8元 上次在电影坊门口也见过 再来还有牛虎店 我认为连锁式之中 她这句说挺好的 还有这个就是陈天记 大家记住 记住 在这个路口进来 虽然有很多说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 是的 我可以保证真的没有 我读大学的时候 吃得那么好 不过 起码它还是叫陈天记 继续往前走路口那间 大家要记住 都有老翻 记住 记住 就在牛肉火锅店的对面 那间才是正宗的 前边这间 今天已经没有举一块牌出来 其实我也不怕说 即是真的误导人 是吧 应该在这个口 以往它是 举着一块牌 那就误导人进去吃 是的 是不是这个口 还是前边 不是 这里是顺记冰山 是前边的口 至于这里 就是文记一心鸡 在广州来说 吃鸡 在我心目中 头五位 在我心目中 OK 就是前边 我先头所说 好像带错路 那个地方 现在看到两个箭嘴 指着进去 那些 你就搞清楚 不要过去 正宗 我从大学开始吃的 就是先头那间 就是牛肉火锅店 对面那间 就是这里 是吧 它是这样举一块牌出来 让观众以为 外地游客以为 是这里 其实不是的 搞清楚 搞清楚 它叫做陈老天 看鱼 还有烧烤的 烟火器 烧鸡蛋 好 这集影片到这里 结束了 我们也是时候回家了 分享这部影片 请订阅朋友或订阅订阅 下集见 拜拜 我又开始准备喂猫 这只猫的鼻子太大了 牠要鱼 水水鲜头就没有拿鱼骨 又来多只 这只猫还会吃 看看吃不吃才可以 吃才给 看 因为炸过不吃 吃吧 吃吧 那只猫的 你也不吃 还是让给牠吃呢 吃完后再给你 那只不吃 因为牠的模式是什么都吃 这只流浪 走上去 还有一块 牠带在那里吃 偷偷走到一边吃 你要不要 要不要 那边吃 那边吃 这边吃 尽快 拿 泡 不吃 那边吃 拿